臨下微老公莫讚生早前被貼街招說她欠債 不過在18號微微就出了律師聲明 一切都是對方的實實言論 說對方已經由2016年開始 用不同的手段騷擾她們 不過就見微微心情都沒有受影響 很快就進入了Holiday mood 發完聲明幾日之後 就穿著聖誕裝布置聖誕樹 聖誕當日還抹著老公和表哥林峰、蔣慶穴一起慶祝 不過節都未過完 這日又傳出莫山曾經在大陸被通緝 說起2018年涉及烤炸勒索案 該文件聲稱是由福建省的公安局發出 更只有500元人民幣懸紅